富贵功名 前缘奋定 为人亲摸其心 正大光明 忠良善果迷身 些些狂妄天家浅 眼前不遇待实力 问东军 阴慎如今祸害相亲 只为新高图网集 不分上下乱归真 话表齐天大圣 被众天兵押去斩妖台下 绑在响妖柱上 刀砍斧舵 枪刺贱枯 莫想伤及其身 南斗星奋令火不众神 放火微烧 亦不能烧着 幽助雷不众神 以雷泻定打 越发不能伤损一毫 那大力鬼王 于众其奏道 万岁 这大圣不知是何处 学得这护身之法 臣等用刀砍斧断 雷打火烧 一毫不能伤损 却如之河 玉帝闻言道 这思这等这等 如何处置 太上老君急奏道 那猴吃了盘桃 饮了玉酒 又到了仙丹 我那五胡丹 有生有熟 被他都吃在肚里 运用三味火 断成一块 所以魂作金刚之躯 急不能伤 不若与老道领去 放在八卦炉中 以文武火锻炼 炼出我的丹来 他身子为灰烬 以玉帝文言 急叫六丁 六甲将他解下 赋予老君 老君领旨去弃 一臂香 轩二郎显胜 赏赐金花百朵 玉酒百平 环丹百利 一宝明珠 锦绣等剑 叫与异兄弟分享 真君写恩 回贯将口不提 那老君到兜玉宫 将大圣解去绳索 放了穿琵琶 古之器 推入八卦炉中 命勘炉的道人 嫁祸的童子 将火煽起锻炼 原来那炉是钱 韩 坤 真 训 李 坤 对八卦 他即将身钻在训宫位下 训乃风言 有风则无火 只是风角的烟来 把一双眼火炒红了 弄作个老害兵眼 故换作火眼金睛 真个光阴迅速 不绝七七四十九日 老君的火候俱全 忽一日 开如取淡 来大圣双手捂住眼 正字揉错流涕 只听得炉头声响 猛睁睛看见光明 他就忍不住 将身一纵 跳出丹炉 呼啦一声 登倒八卦炉 往外就走 黄的那家伙 看炉与丁甲一般人来扯 被他一个个都放倒 好似癫痫的白鹅虎 疯狂的独角龙 老君赶上抓一把 被他一搓 搓了个盗宰 脱身走了 急去耳中撤出如意棒 迎风晃一晃 晚来粗细 依然拿在手中 不分好歹 却又大乱天宫 打得那九要星闭门闭户 四天王无影无形 好侯精 有识为证 诗曰 昏缘体正合先天 万劫千帆只自然 渺渺无为魂太矣 如如不动 好出玄 炉中酒恋飞千拱 物外长生是本仙 变化无穷还变化 三规五界总修演 又诗 一点灵光彻太虚 那条主杖亦如之 或长或短随人用 横竖横排任卷书 又诗 元侯道体配人心 心机元侯意思深 大圣齐天非假论 官风避马起之音 马园合作心和意 锦赴牢栓莫外寻 万象归真从一礼 如来同气驻双林 这一番 那侯王不分上下 石铁棒东打西敌 更无意神可挡 只打到同名殿里 灵霄殿外 姓有诱圣真君的 左使王林冠之殿 他看大圣纵横 扯金边近前挡住道 颇猴和望 有无在此 切莫猖狂 致大圣不由分说 举棒就打 那灵关边起相迎 两个在灵霄殿前 撕魂一处 好杀 赤胆忠良名誉打 起先狂赏声名坏 一滴一好性相持 豪杰英雄同赌赛 铁棒兄 金边快 任职无私怎忍耐 这个是太乙雷声英化尊 那个是齐天大圣元侯怪 金边铁棒两家能 都是神功仙气线 今日在灵霄宝殿 弄威风 各战雄才真可爱 一个七星要夺斗牛宫 一个竭力匡扶玄圣剑 苦争不让显神通 鞭棒往来无胜败 他两个都在一处 胜败未分 早有又胜真君又拆将 走发文到雷府 吊三十六元雷将起来 把大圣围在该心 各成凶恶熬战 那大圣全无一毫聚色 十一条如意棒 左折右挡 后驾前迎 一时见那众雷将的刀枪剑戟 边捡抓锤 岳府金瓜 毛连岳产来得甚紧 他急摇身一变 便做三头六臂 把如意棒晃一晃 便做三条 六只手使开三条棒 好便似纺车儿一般 敌溜溜 在那该心里飞舞 众雷神莫能相近 真可是 圆脱脱 光灼灼 亘古长存人怎穴 入火不能焚 入水和层溺 光明一颗魔泥柱 见几刀枪伤不住 也能善 也能恶 眼前善恶凭他做 善食成佛与成仙 恶处披毛病带脚 无穷变化闹天宫 雷将神兵不可装 当时众神把大圣攒在一处 却不能近身 乱嚷万斗 早惊动玉帝 虽传指着 游异灵官同一圣真君上 西方请佛老降服 那二圣得了旨 竟到灵山圣境雷音宝杀之前 对丝金刚 把菩萨礼帝 急凡转达 众神随至宝连台下起之 如来赵请 二圣礼佛三扎 施力台下 如来问 玉帝何事 凡二圣下灵 二圣急起到 像是花果山产一猴 在那里弄神通 聚众猴搅乱世界 玉帝将昭安指 封为毕马温 他先官小返去 当前李天王 得扎太子秦南为货 辅昭安他 封坐齐天大圣 先有官无路 驻他代管盘桃园 他急偷逃 又走至瑶池 偷瑶 偷酒 搅乱大会 仗酒又暗入兜律宫 偷老君仙丹 返出天宫 玉帝付浅十万天兵 亦不能收服 后官是阴拒 二郎真君 同他一兄弟追杀 他变化多端 亏老君抛金刚着打中 二郎方德拿住 切副玉前 急命斩之 刀砍斧舵 火烧雷打 拒不能上 老君奏准领去 以火锻炼 四十九日开顶 他却又跳出八卦炉 打退天丁 进入通明殿里 灵消殿外 被又胜真君的 左使王林关挡住苦战 幽调三十六元 雷将把他困在该心 终不能相近 实在紧急 因此玉帝特请 如来救驾 如来吻说 集对重菩萨道 如等再次吻奏法堂 修得乱了禅味 带我炼魔救驾去来 如来计划阿诺 加以阿尔尊者相随 离了雷音 静至灵消门外 呼听的喊声震耳 乃三十六元 雷将围困着大圣礼 佛祖传法指 叫雷将停息干戈 放开营锁 叫那大圣出来 等我问他 有何法力 中将过退 大圣也收了法相 献出原身尽前 怒气昂昂 力声高叫道 你是哪方善士 赶来指住刀兵问我 如来笑道 我是西方极乐世界 世家谋尼尊者 难无阿弥陀佛 亲吻你猖狂催野 吕返天宫 不知是何方生长 何年得到 为何这等暴横 大圣道 我本 天地生成灵魂仙 花过山中 以老园 水帘洞里为家业 白有巡师乌太玄 练就长生多少法 学来变化广无边 银在凡间闲得窄 立心端要助摇天 灵消宝殿非他酒 历代人王有分转 强者为尊该让我 英雄之词敢争先 佛祖听言 呵呵冷笑道 你那丝乃是个猴子成精 言敢欺心 要夺于皇上的尊位 他自有修持 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节 每节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你算他该多少年数 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 你那个出世为人的畜生 如何出此大言 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 折了你的寿算 趁早归翼 切莫胡说 但恐遭了毒手 性命请客而休 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 大圣道 他虽年幼修长 也不应久站在此 常言道 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只教他搬出去 将天宫让与我 便罢了 若还不让 更要搅攘 永不清凭佛祖道 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 再有何能 敢占天宫圣境 大圣道 我的手段多利 我有七十二般变化 万劫不老长生 会驾金斗云 一纵十万八千里 如何坐不得天位 佛祖道 我与你打个赌赛 你若有本事 一斤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 算你赢 再不用动刀兵 苦征战 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 把天宫让你 若不能打出手掌 你还下界为妖 再修几节 却来争吵那大圣文言 暗笑道 这如来十分好待 我老孙一斤斗去 十万八千里 他那手掌方圆 不满一尺 如何跳不出去 急发声道 既如此说 你可坐得主张 佛祖道 坐得 坐得伸开右手 却四个荷叶大小 那大圣收料如一帮 抖擞身位 将身一纵 站在佛祖手心里 却道声 我出去 你看他一路云光 无形无影去了 佛祖会眼观看 见那猴王封车子 一般相似不住 只管前进 搭胜行时 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 撑着一股清气 他道 此间乃尽头鹿了 这番回去 如来作证 灵霄公定是我作业 又思量说 协助 等我留下些记号 方豪与如来说话 拔下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 便 便做一管 浓墨双毫笔 在那中间柱子上 写一行大字云 齐天大圣 到此亦有血壁 受了号毛 又不装尊 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 撒了一泡猴尿 翻转金斗云 竟回本处 站在如来掌内道 我已去 进来了 你教异地 让天公与我如来骂道 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 你正好不曾离了 我掌离大圣道 你是不知 我去到天尽头 见五根肉红柱 撑着一股清气 我留个鸡在那里 你敢和我同去看吗 如来道 不消去 你指子低头看看 那大圣睁元火眼金睛 低头看时 原来佛祖右手中 只写着齐天大圣 到此一游 大着牙里 还有些红尿骚气 大圣吃了一惊道 有这等事 有这等事 我将此字写在 称天柱子上 如何却在他手指上 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 我绝不信 不信 等我再去来 猴大圣 急纵身又要跳出 被佛祖翻掌一扑 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 将五指化作金 木 水 火 土五座连山 幻名五行山 轻轻地把它压住 众雷神与阿诺 贾叶一个个合掌 称阳道 善哉 善哉 当年软化学为人 理智修行果道真 万劫无一句圣境 一朝有变散精神 七天往上思高位 灵圣偷担乱大轮 恶贯满盈金有报 不知何日的凡身 如来佛祖 舔灭了妖猴 急患阿诺 家业同转西方极乐世界 时又天鹏 天又急出灵霄宝殿道 请如来少待 我祝大家来也佛祖闻言 挥手瞻仰 虚余 果见八经兰鱼 九光宝盖 声奏玄歌妙月 永恶无量神章 散宝化 喷真香 直至佛前卸曰 多蒙大法收舔妖邪 望如来少停一日 请诸仙作一会 言奉谢如来不敢违背 集合掌谢道 老僧成大天尊 宣命来此 有何法力 还是天尊与众神弘福 赶劳致谢 御帝传旨 急助雷部众神 分头请三亲 四语 五老 六思 七远 八级 九药 十度 千真 万圣乃此附会 同谢佛恩 幽命四大天师 九天仙女 大开玉京金雀 太玄宝宫 洞阳玉管 请如来高座七宝灵台 吊涉各班座位 安排龙肝奉随 玉叶盘逃 不一时 被玉清原始天尊 上清灵宝天尊 太清道德天尊 武器真君 五斗星君 三官四胜 九药真君 左辅 右臂 天王 罗诈 玄虚一应灵通 对对惊奇 双双翻盖 都捧着明珠一宝 受过其花 向佛前摆献约 敢如来无量法力 收复妖猴 蒙大天尊设宴 呼唤我等级来陈谢 请如来将此会 立明如何 如来领众神之托约 金玉立明 可做个安天大会 各显老一口同声 巨道 好个安天大会 好个安天大会 延弃 各租座位 走甲船上 赞花骨色 过好会演 有诗为证 诗曰 验射盘涛侯搅乱 安天大会胜盘涛 龙旗轮路 降光来 宝杰壮热气飘 仙月玄歌音韵美 奉笑玉管响声高 穷乡缭绕群仙旗 宇宙清平贺盛朝 众杰怅然喜慧 只见王母娘娘隐一般仙子 仙娥 美姬美女飘飘荡荡 无向佛前 诗里约 前辈妖猴搅乱 盘涛议会 请众仙众佛 巨成功 今蒙如来大法 练锁完侯 喜庆安天大会 无物可谢 今是我敬首 亲宅大株盘涛树 可奉献真个事 半红半绿喷干香 燕丽仙根万载长 堪笑武林元上众 正如天府更奇强 子文娇嫩环中少 相和清田式莫双 严寿延年能一体 有缘时者自飞肠 佛祖和长相王母泄气 王母又助仙姬 仙子唱的唱 五的五 满会群仙又皆赏赞 正是飘渺天香满座 缤纷鲜蕊鲜花 玉京金却大荣华 一品其真无价 对对宇天其寿 双双万劫增加 桑田沧海人更差 他自无精无亚 王母正助仙姬 仙子歌舞 功仇交错 不多时 忽悠闻的 一阵以降来必要 惊动满堂星雨宿 天仙佛祖把杯停 哥哥抬头迎幕后 萧汉中间陷老人 手捧灵芝非矮秀 葫芦藏旭万年丹 宝露明书千计手 动力干坤任自由 湖中日月随成就 遨游四海月清闲 散淡十周荣服错 曾富盘桃醉几遭 醒时明月还依旧 长头大耳短身驱 南极之方称老术 寿醒又道 见玉帝里弼 又见如来 深谢约 时文那妖猴 被老君引之都律宫锻炼 以为避之平安 不期他又反出 幸如来善服此怪 设宴奉献 故色闻风而来 更无他物可献 特举子之摇草 必有金丹奉上十约 必有金丹奉世家 如来万寿若横杀 清平永乐三成锦 康泰长生九品化 无相门中真法主 色空天上是仙家 甘昆大帝皆称祖 张六金身福寿舍 如来欣然领谢 树行的座 依然走假传伤 只见赤脚大仙幼稚 向玉帝潜伏心里弊 又对佛祖谢道 伸展法力 降服妖后 无物可以表静 特聚焦礼二客 活早树莓奉献十约 大仙赤脚早离乡 净献弥陀树算长 七宝连台山样吻 千金花作锦斑庄 树同天地言非谬 伏笔红不化其狂 伏寿如期真个事 清闲极乐那西方 如来又称谢了 叫阿诺 家业将各所献之物 一一收起 防向玉帝前谢宴 终个鸣顶 只见个巡视灵官来报道 那大圣伸出头来了 佛祖道 不妨 不妨秀中只取出一张帖子 上有六个金子 阿玛那巴弥鸿 地狱阿诺 叫贴在那山顶上 这尊者机灵帖子 拿出天门 到那五行山顶上 紧紧的贴在一块四方石上 那座山极生根和缝 可运用呼吸之气 手爬出 可以摇正摇正 阿诺回报道 已将帖子贴了 如来集辞了御帝众神 与二尊者出天门之外 又发一个慈悲心 念动真言咒语 将五行山照一尊土地神志 会同五房接地 居住此山尖压 但他即时 与他铁丸子吃 克食 与他融化的铜之银 待他栽千满日 自有人救他 正是妖猴大胆反天功 却被如来俯首将 可引荣同挨岁月 积餐铁弹堵识光 天灾苦困遭魔折 仍是凄凉洗命长 若得英雄重斩政 他年奉佛上西奉 又是曰 府城豪强大事性 降龙府虎弄乖呢 偷逃偷久由天府 收录成恩在玉京 多冠满营身受困 善根不绝气还生 果然拖得如来手 且待唐朝出圣僧 毕竟不知向后何年何月 方满灾殃 且听下回分解 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 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 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市场人士 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 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 使他们能够获得 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 赶紧你看完这部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就支持这个系列吧 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 请不要吝啬的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道 和给我一个大目沟 或者大目沟